好 但是我談到IDF 畢竟那是我們過去自己做出來的飛機 而且覺得很有光榮感 但IDF也就是金國浩 為什麼大家都說它叫做I don't fly 其實這個是當初名義代表一個靴 你是君森球 還是因為它的失事率蠻高的 因為它也是出過很多次試 這個我們要幫IDF證明一下 IDF的失事率絕對不算高 不算高 對 我們過去看好了 從現在開始往回推30年 IDF只摔了8次 F-51摔了26次 F-104摔了56次 而且摔了這8次總共只陣亡三位飛行員 其中一位還是動動動兩位測試飛行員 測試中心副主任吳克敏障 後來追證將軍 那它的這個陣亡其實是 一定要提的一件事情 因為當初他在測試 有多的注意力 IDF在靜音速飛行的時候 會有一個囤躍的現象 囤躍現象我們這樣講好了 娟姐有開車對不對 我們開車有時候會經過那個跳動路面 我現在沒有開了 OK 這雄心耶 車會跳一下 很害怕對不對 不要開不要開 你不要在我傷口上撒鹽 沒有 因為我要用你能夠理解的方式解釋給你聽 理解理解 我們這樣車開過去跳動一下 你會不會覺得車子不好控制 可是我們開跳動路面的時候 時速大概都只有10公里20公里 是 我客人上船在測試那個時候是靜音速 1236公里 是你速度的100倍 然後那個時候飛機會整個這樣囤跳 這個是所有飛機在穿音速的時候都會發展的一個現象 從第二次四十彈德國的超音速戰機一直到美國的歷代 喔 實在這外行耶 什麼叫穿音速 給我一下 就是從飛機從普通音速到穿過音速 你的飛機變成超音速 這速度非常快 超過音速的速度 對 就是超過音速的速度就是說 當你聽到飛機的時候 聽你聽到飛機 噗 那現在已經跑過去了 你已經看不見了 它已經超過音速了 這叫超音速 叫穿音速 那大概在1000公里到1230公里中間 這個叫穿音速 那個時候會有我們稱之為鷹壁之牆 會有個音障 然後很多飛機如果在海邊或者是低海 把那個地方誤很多的時候 你會看到 飛機就像穿過那個時空之門一樣 有一個雷絲的群 然後把飛機整個包住只有機頭穿過去 那個時候就是穿越音障 鷹壁之牆 鷹障 英文叫做SONY BONG 非常非常的好看 可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無科生障礁在穿這個時候 就發現IDF在穿過這個鷹障之牆的時候 飛機會突然間跳 不受控制 他們就懷疑說是不是飛機有問題 所以那時候找了台灣 少數可以超音速飛行的F104 當它的伴隨機 然後飛到台中外海去看 飛到台中外海去看的時候 F104叫穿越很高耶 可是那時候他 不是據說叫做寡腹肌嗎 對 沒錯 可是那時候穿音速之後 只有他追得上 對啊 只有他追得上 你穿過音速之後 其他的F51追不到 伴隨機必須跟著測試機 在旁邊一直拍它什麼樣子 這個才叫伴隨機 伴隨機的功能就是拍它 對 拍著它 拍你什麼樣子 當然測試機本身也要掛很多的測試機器 結果就在穿越的時候發現說 飛機一直抖動 然後伴隨機說 建議你解說怎麼樣 那武昌校覺得說 他應該繼續測試 一直測試到 飛機的尾翼 右尾翼 已經開始斷裂了 他還說我繼續測試 然後測試到最後不行 完全斷裂 飛機往左翻了 他說好我減速 因為他希望能夠 擴降保全機體 可是等到完全來不及的時候 飛機只剩下3000 只剩下1000公尺 大概不到1000公尺 然後飛機是整個左下朝下 所以換句話說 武昌校在彈射的時候 正常飛機彈射要往上彈 然後利用你的重力打開降落傘 這樣子彈 那因為我們配的是馬丁貝克的00彈射 就是說它本身有火箭系統 你的飛行速度已經高度0的時候 都可以把你彈出來 可是那時候它飛機在往下 所以你這樣彈出來的時候 你的火箭速度 比降落傘打開的速度還快 所以當降落傘打開的時候 你衝到降落傘裡面 請記住那是火箭 那也是幾百公里的 所以武科正上校 是被自己的降落傘撞死的 那一次事事是這樣的 這樣子 它被自己的降落傘撞昏了 然後降落傘的傘帶 纏到它的脖子 死因是窒息而死 可是內臟全碎 所以雖然那時候有海星艦 群剛好在那邊棄屍 叫到之後立刻叫直升機 飛回去台中龍總 仍然不自訓止 然後這整個的過程 只是為了讓IDF的性能 能夠抓到極致 今天聲勳總算幫我們揭開 IDF失事之謎 原來是被降落傘給纏住了 來文森大哥 其實我們過去的IDF也不錯 聽說很厲害 我看你的文章寫說 這個地球上天上的飛機 有90%的飛機 裡面有台灣的航台零件 是真的假的 南韓就是挖角台灣的 金國號這一批技術人員 去那邊發展的就是 精英號教練機 就這個 現在各位看到的 這是他們在巴黎航空站 然後他們 真的長得很像嗎 對 其實台灣的那個金國號 是從F16把它秀真型 然後精英是從台灣挖角過去 挖角過去 聽說當時 我們來看韓國的教練機 據說這一批生產 包括計劃以及設計的人員 就是從台灣的金國號戰機的精英分子 給挖角過去的 所以長得很像 對 他們並不是直接挖 因為你直接挖的話 就太沒江湖道義 是漢翔本身因為 我們金國號後來因為 預算的關係被 這個 幻象機 就是我們的航台工業停擺 對 停擺 然後很多人他不用之地 後來是由美國的 洛克希德馬滴公司 把它挖角 就是說聘請 透過美國拐個彎 再到韓國去 對 過水一下 然後再派到韓國去 但是這一批人在走的時候 傳聞啊 聽說 金國號戰機一共有七千多張藍圖 設計藍圖 好像被copy了大概三千多張重要的 哇 那是軍事機密耶 這是聽裡面的人講 所以韓國人他發展這一套 這個教練機精英號 速度是快 好像是簡現成的 而且最近台灣準備要再買這個教練機 就是美國跟意大利都有報價嘛 韓國也來了 所以這個講實在是 這個不是很吊詭嗎 如果我們跟韓國買 那就是我們台灣那一批人做的 然後我們又去跟韓國買 從好的方面來講 那個本來就是我們自己 零件很多我們自己都可以買得到的 就成本可以這樣子 飛雪部落外人片 將來維護比較方便 那目前看起來好像 那意大利教練機也是美國委託 那大陸是不是也生產了 你跟我們出走那大概是幾年的時候 大概李登輝末期 李登輝其實很可惜 因為剛剛一直提到照艦 我特地找了李登輝當時 我們成功艦是第一艘國艦國照 是 這當時啊 他用故我海槍 去參加的人還送了這一個 反面就是成功艦的這個 其實他就是派里級 那原來是要做八艘 結果也是因為預算 被這個拉法業拿走了 所以第八艘是隔了很久 隔了很久才做出來的 我們剛剛講到飛機 講到我們的IDF其實 我們的技術人才是很厲害的 還被韓國挖腳 那大陸為什麼也做出跟我們 IDF很像的飛機呢 你也說韓國挖腳我們 所以看起來跟我們很像 這樣沒話說 那大陸又沒有挖腳我們 現在走起來跟我們也差不多差不多 據說看起來也蠻像雙包機的 我想它不只是有點像我們雙包機 它連這個幻象機都有點像 你看這三叉一就是有點像幻象 所以他們是一個仿冒王國 山寨 對山寨版 而且其實我知道有些人真的退伍 也是有轉進到中國去 所以台灣確實有些 航太科技的人才跑到大陸去 那此地不留業啊 自由留業處 對啊 所以南韓要請他們也去了 那你說這個中國那邊 很多駕駛員 其實現在中共很多民航機的駕駛員 都台灣的啊 對 對於台灣來說台灣到底在這個 戰機的這個研發能力跟製造能力當中 也有一個心裡非常痛的一塊 就是我們的IDF金國戰機 這個戰機的整個研發團隊 到底有沒有讓韓國人偷走 其實根據現在可靠的回溯跟查證 韓國至少挖掉18位工程師 然後這18位工程師呢 他們開了兩個條件 就是基本上呢 都是百萬美金的簽約金 這簽約金包含說 你要在韓國待10年待15年 然後另外呢 每年的薪水多少 還有你在韓國的房子交通 還有你全家搬過去的那些學費 韓國政府全付 那這樣算起來 哇每個人都是幾千萬台幣的身價 可是事實上韓國是賺到 因為我們這邊要講一個概念 很多人在想說 找這個人過去幹什麼 其實在科技研發過程中 有兩個東西很重要 一個叫know how 這個大家都知道 可是有一個大家有沒有搞清楚 叫know why know why基本上是學術上的一個言論 我們最有名解釋know why這個東西 就是牛頓的綜藝論 蘋果為什麼會掉下來 Why 你要知道這個原理 然後你再針對這個原理 再去研究韓空動力學 去做很多問題 他把我們IDF 從AT3到IDF 整個研發的經驗 所有的know how know why的那些人的東西 全部走過去 你一下子省了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不用去道圈圈走錯路 所以呢 韓國人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都focus在韓國人說 他們做了精英戰鬥機 我們其實都忘了 他跟我們當初走的路一樣 我們先做了AT3 然後再做ITF 韓國人現在也是 他除了做精英之外 韓國人現在的KF-X Career Fighter X 試驗型其實也快出來了 這個東西出來的同時 韓國人就有底氣 好啦 我們自己可以做蛋鬥機 那你美國賣給我F-16 F-18 你要不要便宜一點 所以當初我們 美國人為什麼要賣給我們F-16 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政治陰謀 因為你賣給我們F-16 我們IDF的戰績就停了 生產線就停了 研發也停了 停了之後 不是 是我們沒有遠見嗎 不是人家政治陰謀 人家可以塞好一點的飛機給我們 我們買來好的飛機研發啊 自己把F-16的這個優點學起來啊 怎麼會就省事停了我們生產線呢 這個是兩線並進的事情 停IDF生產線是賣給我們的 飛機的條件之一 我可以賣你飛機 但是你生產線要停掉 所以我才可以賣你 那應該不要答應啊 對 你要靠人家餵東西要餵多久 這是當時政策的一個決定